未來 甚至你也可以做出什麼像這邊選型部分的你可以讓人家用選的也可以做個下拉清單 比如說未來這些資料都可以輸入了如果你要做個下拉清單的話 前面我們也講過如果說假設我這幾個 我都希望讓他用選比如說這邊變下拉清單讓他用選ABCD 選完之後 這個地方自動 自動出現結果的話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單的範圍選起來OK這個範圍 我們就是我下拉要把它變成下拉清單就讓他選ABCD ABO然後AB 四種血腥 那我可以在這邊點資料前面有講過資料驗證 如果說你要把它做下拉清單的話 這邊你可能要做個資料驗證 然後 第一個先選範圍 然後選完範圍之後 資料的資料驗證 那資料驗證的話他會問你說你這個範圍裡面你要做什麼事 你就跟他講說我要把這個範圍裡面變成下拉清單 那清單的來源 你就跟他講說我的清單來源從這邊 這個就是他的清單來源 也就是說將來呢 他會把這四個東西放到這個範圍裡面變成一個清單 大概的方式只要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你離開之後這邊就會全部 變成一個下拉清單的 那如果你改變了比如說你改成A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理論上他就會跟著怎麼樣 跟著變化了 因為他 改成B有沒有 馬上改 改成AB 馬上又改 有沒有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對你將來 再抓取資料 然後顯示一些資料 其實我覺得就還蠻方便的 有個下拉清單 你切換 馬上可以有一個新的東西 出現 所以第一個 你們把 下拉清單還蠻好用的 未來其實你們在 蠻多地方其實都可以應用 然後再來的話後面就是 可以把它 去查詢 查詢方法我上個禮拜講過了 如果 你要把這個查出來的話 第一個 大概 大部分用查詢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 所謂的V量函數 所以這個V量函數未來 你在 工作上面 用到的機率應該在職場上用到機率應該是數一數二的重要 當然很多人每天都在用這個函數 所以如果你會用這個函數的話呢要查資料就非常方便 但是這個函數呢 他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按確定之後 他會問你四個問題 你要把四個問題填對他答案才會出現 只要有一個錯誤的話 你出來的結果就一定不正確 那其實當然函數最難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說明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英文敘述 把它理解 比如說 Lugar value 中文意思就是 你要查 什麼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血型 A B型 那 第二個問題說 那你要去哪一個table table指的就是 所謂的 表格 table就表格 array的話就範圍 不過中文意思應該是什麼 我要查的那個表格範圍在哪裡 表格範圍 意思說 我要查A B型 那我要查的資料一定是 第1欄 特別注意 這個table 它上面這個東西 它一定會去查哪一欄 查某一個範圍的第1欄 所以你要選的話 特別注意第1欄一定是 有A B型的 或者是有其他型的 所以 而且V2欄數有個特性 這個table array 它只會查第1欄 它沒有辦法讓你查別欄 OK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在別欄 很抱歉不能查 很多人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 一直每個地方都想要用V2欄 奇怪有些地方可以 為什麼有些地方不行 因為 如果呢 你的 要查的東西不在第1欄 那就 不能查 OK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每天在用 但是你問他 到底你查什麼 他可能有些搞不清楚 甚至有些地方查不出來 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查不出來 原因又在這裡 他只會查這個範圍的第1欄 那下面一個問題說 如果我第1欄找到的話 要幫你把 Colon Colon是哪一欄 的資料幫你帶回來 那因為我要找的是 分析這一欄的資料 那因為他對應在 這個表格裡面 他是 123 所以這邊你填上3就可以了 那比對方是我輸入 完全比對用0 早接近用1 所以Table rate的話 記得 選的話 選 不包含 欄位名稱的 這個資料 那第1欄 一定要是血型 第2個就是 我要的是第3欄 因為我要把血型 查到AB型 查到的話的位置 相對應的第3欄的資料 幫我帶回來 那早一定要完全一樣 所以輸入0 按個確定之後 答案就出來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 那因為會向下填滿 所以記得把這個 A28 到I 31 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 因為 那個 Table rate那個部分的範圍 你不能向下拉變動 但前面這個不能鎖 只要鎖這個範圍 OK Table rate這一個範圍 按F4 那其實鎖列就可以了 因為我向下填滿 大概28 跟31 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打個勾 OK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 你把他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其他就做出來 所以 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未來當然如果說你會再新增一些 其他人的資料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加 他的 血型 然後 他的名字 等等 他的名字 然後他的出生年月日 OK 或者是說你輸入他的這個 這個血型之後 他就自動幫你把資料給帶過來 OK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上個禮拜這一題稍微 複習一下 OK另外的話呢把 這個範圍做成下拉清單 重點為 1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2的話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3 跟他講說我清單這邊改本來任意範圍改清單 來源的話記得就是什麼 從 這邊把資料 放到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些工作 在平常 這個 只要是你用到resale的話 應該都一定會用到 所以你身邊你的 假設你爸媽就是 工作上面我想 如果是辦公室人員的話 或者一般行政人員 都一定會用到這些 隨便如果他有一些問題你可以甚至你也可以幫他解決 或者你也可以幫他學你再教他 說不定你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不然的話現在在職場上慢慢 會有一個 算是職場上面會有那個專業的那個 技能的慢慢要更新 所以有些人如果沒有學一些新的東西 像我們現在學的東西 他可能會跟不上時代 也可能會被淘汰掉 或者是說他的效率太差 所以 可能在 解決問題上面 就不如你們的來的快速啦 所以我建議如果說可以 你可以再 問一下你的 這個身邊 在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 哥哥姐姐如果已經到職場上 你也可以請他給你一些問題 或者你甚至可以幫忙 那未來當然我還蠻建議各位如果有機會 寒暑假 或者是平常打工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到類似 這個 應該也一定會遇到類似的這種 Excel 那你可以在這方面多多加 就是 多多去使用 像這種東西其實是 實用度非常高的 當然充其量他就是個工具 工具的話 至少就是讓你在 未來的 這個社會生存是 相對的會 在物質上面會 比較容易滿足 因為你收入應該相對會比較高 那如果精神層次的話 恐怕就是我們那個中文系學的啦 我覺得比較偏重在 這個 在心靈層面的提升 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 所以 這個地方 請各位多多 去留意 我覺得 未來 盡量能夠兩者平衡是最好的 你的那個 精神生活能夠滿足 那你的物質生活也相對也能滿足的話 那不是 當然就是 平衡也是最好的 OK 這個地方 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 一直覺得 沒辦法理解 就是說像現在 真的練理工的 像我之前 問了一下那個像 其他國立大學畢業的 資工系同學 他們的薪水其實起薪都是 至少都是 四萬起跳 如果說是畢業都五萬起跳 可是如果是 像中文系畢業的學生 你到職場上 詢問一下 大概薪資都是 大概兩萬多 三萬塊已經算是起薪 如果三萬塊已經算 相當的不錯了 那你會發現奇怪為什麼 都是大學生 那為什麼畢業 領的薪水就是不一樣 那原因當然很容易理解 你的 學的東西你的專業技能 其實 相對於 其他科系來說 其他科系所學的就是他們畢業會用到的 像資工系好了 他現在學的就是 他畢業以後會用到的相關 就技術就是 就是那些東西 所以他可以馬上 馬上到職場上馬上可以把他在學校學東西馬上用出來 可是如果你念的是人文科系的話 你要真的馬上可以把他用出來 倒還是真的有一點困難度 除非你是做學術研究 OK 當然也不是說有什麼優劣之分 因為一般當然如果你念人文的心靈層面的 滿足一定是比 比起其他科系來的層次來的高 不過問題是 很多東西不是只有 填飽你心靈就好了 你肚子也是要填飽 那你 還會有 這個 這個社會層面的 部分 OK 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講的問題 綜合練習的 第一題那個血型部分做下拉清單試試看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練習一下那個綜合練習的 第二題好了